《西语 제� trips》 İş e chicken 這根心意揚句 орг道 ya 嗨大家好 我是凱特 凱特 我是媽妹 阿美 阿美 我們今天很興奮的要來聊 阿美 我們今天很興奮的要來聊 阿美 超級星 阿美 對 阿美 日落豪宅底 阿美 第五季 阿美 已經第五季了 fortunezzz 對阿 阿美 但是我覺得每季都太短了 啦 阿美 這一季 好像已經到第10集了嘛 所以其實比較長了 我到第8集的時候啊 就說 天啊快要沒了 然後知道還有兩集還很開心 然後結果他就斷在一個超有懸念的地方 對 而且他這一集 因為他之前其實做了次季 他都沒有做Reunion 那大家如果有常看那種美國實境修華 Reunion就是一個非常讚的橋段 因為大家就會全部找回來吵架 大亂鬥 對對對對 好像是說5月6號是不是 對 然後其實他們是 這一個節目是22號上線 他們其實24號才錄Reunion 所以這兩天才剛錄完 對 那你們看我們26號就錄這一集 你就知道我們多愛 心有多急 其實我們本來不是要排這個 對對對 然後結果 因為瑪妹受不了在週末的時候 一天把它全部看完 對 然後瑪妹跟我講的時候 我說嗯 我也快看完了 哈哈哈哈 我們沒有約 但是都 明明應該看別的片子 然後我還在那邊問說 欸 那我們下禮拜到底要講什麼啊 對對對 然後結果就說 欸 其實我們兩個都在看這個 然後看完了 對 而且其實因為你 其實我應該要看別的片單才對 因為像那個小太陽的那個動漫 我也動畫 我也有還幾集沒看完 然後但是就是看到那個 那個那個片單在那裡 我就很無法不點進去 心裡的澎湃啊 對 然後果然完全不失所望的好看 欸 超精彩 我真的覺得就是你第一季跟第五季 這個精彩程度真的差超多 對 然後因為蕭柏更笑 對 然後這裡 然後又加上說大家更團結 對對對 而且就是你很明顯就可以看到 誰是裡面的壞人 對啊 因為他們我覺得 我不得不說製作單位真的非常用心 因為Kristine本來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沒不清楚這一部的那個結構的話 我現意大家可以先去聽一下 我們之前有聊過的那一集 應該就大家就知道了 對 然後就Kristine呢 她其實在一開始 她其實有蠻多朋友的 在那個就是broker裡面 就是他們那個組織 她是有自己的陣營 對對對 其實那她陣營還蠻多人的喔 然後結果呢 你就會看每一季 她的朋友就漸漸減少 對 而且最好笑的是接下來呢 上一季她還有一個新的人進來 當她朋友嘛 Vanessa 對對對 結果呢 到這一季Vanessa也不理她 所以製作單位多用心 又幫她找一個新朋友進來 對啊 就而且感覺就是刻意介紹給她認識的 我覺得是 而且我不知道他們去哪裡開始 我想說哇塞 你怎麼找 從哪裡找到一個跟大家 就是性格這麼接近的人 對 就是你看他們的裝扮就知道了 對 就是我一直覺得那個新朋友叫做那個 Chelsea Chelsea她都會 我個人的觀感啦 她會就是非常隆重的 弄的就是不好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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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可是不要這樣講 因為其實還蠻多人覺得 就是很欣賞他們的那個 Style 就有些人就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罵說 就浮誇Style 對就是罵 因為就罵他們說 喔他們就是一堆Bitch 可是她的那個衣櫃我真的很想要 可是 包含Chelsea的嗎 對 他們就覺得他們兩個在一起 可能就是他們是走那種 土豪風啊 對 就是怕生怕人家不知道她在穿什麼的那種 然後裡面還有 Kristine有一集還穿的Juicy Couture 然後我還想說 哇塞 因為Juicy Couture還有人在穿喔 欸你不要這樣子 你看他們的名媛都穿欸 難怪啊 上次看到那個 那個Paris也是有穿啊 Paris對啊 因為畢竟Juicy就是Paris 穿出來名牌的 對對對 然後你看人家就是人家那個 真的你看金髮美女 就是要穿這一種 但是我覺得Kristine 她真的才是就是 真的是那個表中之表 欸我覺得她真的很厲害 我就是 因為其實這一部真的不多人討論 嗯 對但是我難得在我那邊 就是有在Follow的一個人 她有講到 她就說 就是Kristine的這個角色啊 讓所有就是美劇裡面 所有出現過的Bitch 都看起來就像那個 喜宴上面的一盤花生蜜 喔真的 然後你看她本人又非常有氣息 對對對 就那個Bitch就很煩這樣 然後 真的 但是她就是因為這一季 就是找來的 就是新的隊友 對 所以她就是常常就是隊友幫她出氣 她在旁邊裝無辜 對 所以反而就是我 我本來一直以為說 大家應該就是理所當然 覺得Kristine就是裡面的 超級大壞人 嗯嗯嗯嗯 然後結果我居然在滑Twitter的時候 嗯 大家都說 也沒有大家 可能就是大概站一半一半 就是有一半的人是支持Kristine的 尤其是說他們覺得 就是Kristine在這一季裡面 就是瘋狂的就是霸凌Kristine 可是我沒有覺得啊 我也沒有覺得 現在如果說真的沒看過 你真的強烈烈呼籲你們先去聽前一集 對對對 然後 我們會把那一集的那個連結 也放在資訊欄 對對對 對因為 太精彩了 那我覺得因為 也不要重複 嗯 我們就不要重複太多前面 因為畢竟 你只要重複聽就知道了 對對對對對 然後反正呢 她就是一個 反正她們全部都是那個什麼 就是好萊塢 對對對 B4Lisa那邊 嗯 對就是在賣 超級豪宅的 他們越賣越貴耶 對對對 就是以前你看到兩三百萬美金的 就覺得 喔哇好貴喔 然後現在不是 現在都是千萬 對都破千耶 千萬豪宅 這次聽到的是有四千多 對啊 有夠誇張的 真的 就是你 你光是台幣財產 如果有四千多都可以過得不錯 呵呵呵 何況她是美金 還拿來買房子 對 好然後 所以他們這些 房地產經紀人呢 就是 好像有規定一樣 每個人一定要等那個 細根高跟鞋 呵呵 然後都要穿名牌 那他們真的是我覺得這一季就是 每一個人都 大概升級成2.0狀態 對啊 每一個人 然後連 就是我們覺得還好的Maya 對對對 跟Amanda 這一次我都覺得他們升級蠻多的 對 他們就每個都走浮誇路線 對對對 然後連那個就是 肉毒可能也打了不少 呵呵 喔呦 那 你知道就是我們家 比較Cure這件事情是那個DQ 對 然後 他就一直想說我每個人都不知道又去動了什麼 我就說 其實他們該動的都動的差不多了 對 他說你看他們每個人都換一個鼻子 嘴巴回來 呵呵 我說沒有沒有 其實我看起來他們就是注射更多的東西 對對對 他們應該都是用打 我覺得他們應該沒有動到 對啊 你看那個 那個 Krishow的整個嘴巴都翻出來了 呵呵呵 這是他們的流行好嗎 就 呵呵 讓嘴巴還有感覺嗎 呵呵 沒關係 接吻都像沒接吻一樣 對 那我覺得那個Kristine 我覺得他最過分的一件事 是他就是當公開跟媒體說他是為了錢結婚的 喔對 我覺得他老公對他很好耶 真的 就是你心裡這樣想你也不應該講出來啊 我也不懂 因為我覺得還是 還是他就這樣 還是他其實平常也是這樣跟他老公講 我這我不曉得 不然就是他又要跟老公說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我是開玩笑的 可能吧 因為他在裡面 對 尤其是這一季裡面 他就是不管他對別人說什麼惡毒的話 我就說哈哈哈 我是開玩笑的啊 你不覺得這很好笑嗎 對啊 你們怎麼好 他們好沒有幽默感喔 對 可是他的開玩笑的方式都是就是攻擊別人 對啊 到底因為這一季就是 一開始 最一開始的那個就是Big News 就是那個Krishow跟Jason 就老闆在一起 對對對 因為其實這是上一季的結尾嘛 對 吊了大家有那個說 他們兩個要在一起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 Jason需要就是下非常大的決心好嗎 對啊 因為對方是一個離過婚40歲女人耶 對 而且是在你的旗下工作的人 對 而且是你現在的大將 對 就是他就有有講說他就是業績最好的人 然後因為他最努力 我們其實就是第一季開始就有看到他有多努力 對啊 因為他第一季其實那時候做的還不是很好 對 可是他就是很努力的這樣子做做做 對對對 因為他本來是沒有資源的人嘛 對啊 然後他就是想說 喔你們都在賣豪宅 那我就在 我去旁邊 對 比較就是家庭式的那個區域 對 比佛麗山的另外一邊 稍微便宜一點點 其實也沒有多便宜啊 沒有 對 但是因為那裡你們都沒有在開發 那我去開發 對啊 然後他就開始去找人家 自己去發傳單啊 對 然後愛家愛戶跟那一些公班 對 說我可以幫你們賣 我可以再幫他賣房子喔 對 你們就是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對 就是很認真工作 對啊 所以竟然是看得出來他很認真在工作 嗯 就是他如果他就比如說 他們那些迎新party他沒去 對 他就有說是因為他那一天就有一個房子要公開 呃 對對對 他們那個叫open house 就是呃 開放讓人家去參觀 對 就是因為可能就前面都在 喔 他們賣房子真的很複雜 其實很複雜 而且其實他們只是agent而已 對對對 然後像那個Jason他們那些老闆 才是broker broker是要考另外的執照的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 所以就是會變成必須要配合這樣子 對啊對啊對啊 對然後他就是公開之後 而且跟台灣非常不一樣 嗯 台灣賣房子呢是通常開價 嗯 就是開給你殺的 嗯 對對對 然後可是他們兩邊是會 如果有很多人在競爭的話 你是可能越飆越高的 對 就是他們常常成交價都是高於開價 台灣是不可能有這種事 哈哈哈哈 沒有人要這樣子的 對 就是所以人家才是真正在飆房子 對 就是表示房子夠好 嗯 所以他們這些經紀人 比如說像那個Mary Mary其實算 也算他們的元老 其實Christine跟Mary都是元老啦 對對對 所以Christine後來走歪 Jason才一直還是對他百般忍耐 對 我都覺得你幹嘛要這樣子忍受他 對 他一直覺得他對他有責任 然後他也有他也有能力 他應該把他的聰明才智放在工作上 說實在是這樣沒錯 對 因為他真的很聰明 對啊 就是他講話什麼的 你就會知道 他反應很快 對他第一他講話是真的很好笑 對 他就真的用幽默的方式去詮釋就好 不是應該用惡毒的幽默 對對對 你只要不要是主動去攻擊別人的就是缺點 對 或是弱點 對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會是一個很好的人 對 因為他 反正這一季剛開始呢 我們大家知道他對媒體犯話 嗯 說 大家知道他們現在都名人了嗎 對啊 他對媒體犯話說 那個 那個Christine 他在跟老廣還沒離婚的時候就跟Jason睡了 對 對 那他可能講 反正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就是對上演的 我不知道他們其實那個時候看起來 走進那個辦公室裡面看起來就很開心 我覺得應該是藏不住啦 對啊 然後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按指說 人家其實還沒離婚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搞在一起了 然後其實明明大家都知道不是這樣 對 然後所以 大家覺得你這樣很惡毒 他就說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我不覺得那樣好笑啊 而且他還會私底下 因為他其實就是剛生完小孩嘛 所以還在休產假 就沒有賣什麼房子 然後結果他就是跟同事在去看房子的時候 還說 喔 Christine可以賣那麼多房子 都是因為他現在在跟老闆睡 喔 他不只 對對對 他就是 因為他們好像就代理啊 還會有很多小 經紀人幫他們 幫他們賣 嗯 他就到處去放話 對啊 然後就說 喔 難怪我們都賣不到房子 他都有一堆房子可以賣 對啊 跟他 因為他都 就是睡得很勤嘛 就可以賣得很勤 對啊 我覺得 你看你講這種話 你怎麼會覺得他是好人 不可能啊 對 可是 大家也知道 因為 Jason完全不缺女人 對 所以 說實在他們 他們兩個兄弟 雖然就是 呃 外在條件沒有到 就是超級好 可是他們絕對就是女朋友 一任換過一任啊 對 所以他真的沒有必要去選擇 跟Christine在一起 真的 因為 如果你要說話 其實 條件比他好 超多的年輕女生 絕對一堆排隊 光是辦公室 他自己就好幾個條件也比他好 他們就是去拔 誰應該都拔得到 對啊 可是他看得出來 他們就是沒有想要再拔辦公室的人 他其實應該 對啊 我覺得 他說不定從一開始 是自己暗示有下決心 不跟就是辦公室裡面的女生在一起 可是因為他就是覺得 Christine很優秀 對 而且是他自己主動去跟Christine告白的 對 因為我也覺得Christine很優秀啊 對啊 因為很多人就會講說 他好 他很厲害 其實這裡面公鬥 最心機表就是他 對對對 他們就會說他就是表面上裝得很無辜 很純真 然後其實就是他在私底下一直表人家 因為他就說他就是第一季的時候 他去 他剛來的時候 對 他去問那個Dovina 就是Mary的 就是跟他男友的事情 對對對 就是因為他覺得 就是原來他男友收入沒有他高 對 那他們這樣有辦法取得平衡嗎 我覺得他聊的時候 我個人 而且他也不是就是 直接說 欸那他是不是小白臉 都在 他不是這樣講 對啊 然後但是Dovina回他的反而就是比較肯定 對 就是好像意思是說 那當然就是Mary在故障啊 他自己的那個啊 對啊 對 然後 而且就是Dovina那個時候也沒有跟Christine講哦 嗯 然後也沒有跟Mary講 對 他就跟Maya講 對 然後Maya就馬上去跟Mary講 對啊 他們真的就是一個女生的圈圈 女生真的好煩哦 對 然後 然後Mary其實他馬上就有跟 算是跟Christine說開了 嗯 因為 其實是當就是 呃 Christine知道了以後 嗯 一副就是我要幫我的朋友Mary出氣 對 他那時候還一副跟他多好的樣子 對 就是他人生最好的朋友 對 然後你怎麼可以這樣詆毀他 我一定要就是封殺你 但是Christine就講說 因為我進來我對同事好奇 不是很正常 對啊我不熟啊 我就是跟另外一個同事聊天 對 可是我沒有為這件事下任何註解 對 對 然後反而是就是 這件事當然就讓Mary的男友很討厭Dovina 對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像這件事情 其實你看他們本人的表現就知道嘛 對 因為他們一定也會去看節目回放啊 對 那你一看的時候你就知道那事情到底是怎麼樣 對 然後可是大家後來都還是跟Christine更好 對 你就知道就是他們當然就知道他平常是怎樣的為人 因為他們真的每個人後來都跟他超好的 對啊 因為這個說實在他們拍這個可能就是幾個月而已 拍一季 嗯 那他們其實相處是整年度的 對 又不是說只有這幾季的時候 那我說真的 拍攝的時候在一起 他第一季進去然後很努力被肯定的時候就覺得 我就覺得Christine看他不順眼的啦 一定是啊 對然後就借機發揮 對 然後後來他就是 Christine真的處處針對他 因為他出去放話然後講得很難聽都在講他 對 因為這一季帶大家攻擊Christine的點 就是因為他已經算是老闆娘嘛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一直說什麼就是 哦 因為他一直裡面一直拍到他講說他希望Christine被fire 對 然後他就一直說什麼 哎 我只是說說而已啊 Jason 就是一副在跟老公喊話說趕快把他fire那種感覺 可是 你很明顯知道他完全沒有這個控制權 Jason也沒有理他 對啊 他喊喊都不行有一個人每天在外面講他壞話 對 然後他就說 在外面講他壞話還不是只有跟朋友 因為他們的level已經擴大到就是跟報紙 對對對 跟媒體 然後還有跟路人 對 他的媒體一播出去是你看是全世界 連我們在台灣都知道啊 對 然後所以他要是我一定會私下抱怨說 真希望Jason fight他 對啊 而且那時候就是因為Christine不是離婚嗎 然後那時候好像就是他爸媽 就是媽媽好像過世 嗯 所以那時候他其實雙重打擊 心情非常差 對對對 然後Christine還在那邊就是興風作浪 那你 我覺得要是我 我一定會超級討厭他 可是你看喔 其實Christine他還是沒有主動去惹Christine啊 沒有 而且那時候我記得就是Christine 就是進辦公室的時候 他就是有跟大家打招呼 然後他還是有就是 Christine還是有盡力就是嗨 對啊 對對對 然後 所以當時開會的時候 嗯 就是 就是換Christine講話說Christine超沒禮貌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就是超故意 對 然後他還拿著他的折疊手機 對 你看 Samsung 負好的 負好的在用Samsung 就拿出折疊手機一出來開始 然後你就打字嘛 他沒有 他就故意用語音輸入 超賤的 對 然後就是 人家在報告自己的就是業績 對 然後他在旁邊就是語音輸入 對 然後所以 所以Christine後來就有說我可以去敲鐘嗎 嗯 嗯 因為Christine就坐在中旁邊 對 我覺得他故意的 對 因為其實他就很明顯 他就是故意針對他 因為 對啊 他們之前在聊天的時候 Crisio就是 因為他之前有去上一個節目 叫Dancing with the Stars 嗯 就是美國一個節目就是 嗯 是找那種完全不會跳舞的人 嗯 去跟跳舞老師搭配 嗯 去跳那個交際舞 然後就是會比賽 嗯 他就是有參加那個節目 然後他可能就在講說 喔我參加那個節目的時候有一個 我跳得很爛 嗯 所以那一首歌就變成我就是內心的創傷什麼的 嗯 然後Christine就在旁邊說 拜託那個誰不能跳 我就可以跳 那你就去跳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就很沒必要你在那邊講這種話 對啊 難怪人家會討厭你 對 然後他就是真的看得出來 喔 他除了針對Crishell之外 還蠻針對那個就是Emma的 喔對 對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上一季就知道 因為他 Christine自己覺得Emma搶了他男朋友 對 是他自己覺得喔 對 因為就是反正他們就有跟同一個人交往過嘛 對 但是其實說實在應該是時間點不一樣 對 對 然後而且感覺上就是他在知道對方跟Emma求婚以後 他就開始捏造說他也被求婚過 對 因為他輸不起 我覺得 他就說 而且他也覺得 他也說 喔 那個男的就是拿著跟我求婚過 被我拒絕那個戒指 去跟Emma求婚 對對對對對 那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Emma在裡面還有說 他明明就是就是戴著誰 戴著誰 去看那個戒指的 對啊對啊 好沒關係 這也不是重點 對 我告訴你 在最近 就是媒體還有拍到 就是Emma有跟這個前男友來吃飯 然後還以為他們複合了 他說沒有 因為我們我們就是分手後 都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當初是很和平分手的 你從那個男的 還在跟誰聯絡 就知道誰是壞人 對啊 不是 因為你看到第五季 你也知道說 欸為什麼 大家都站在同一個陣線 對對對對對 因為 Christine就是裡面真的很壞的那一個人 對 那個Fanessa就直接 自動 自動放空他 你看上一季 他跟他躲好海 一直想要拉拔他 就是帶他去什麼Live Coach 讓他想要變好 我 可是我了解 直接放棄 但我了解 因為就是 就是Fanessa一定知道他沒救 就經過這一季 上一季之後 他終於發現說 喔不行 這雜毛不行 對 而且因為上一季 他會跟Fanessa很好 也很明顯 是因為沒有人跟他好了 然後就有新人進來 他馬上想拉拢 他馬上就抓 對 就抓著 然後 說真的就是 如果你剛認識他 然後他這樣子很幽默的感覺 你是很容易跟他變好朋友的 對對對對對 而且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散發出一股很友善的那個氛圍 對 對 然後只是說 所以像第一季的時候 他身邊就是還有 就是 Darine啊 有媽呀 這些人 對啊 其實Mary什麼 其實大家都跟他很好 對對對 但Mary其實也很難過 他們以前真的非常非常好 對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 在這一季非常過分 因為Christine直接就說 喔 我跟你只是那個表面上的朋友 對 而且他又是在媒體上面這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啦 就是第一季的時候 大家都跟他還蠻好 是因為沒有一個人 他想逗的人進來 因為他那時候是女王蜂 沒錯沒錯 對 因為他就是業績最好的人 那Mary沒有要跟他爭的意思 對對對 就Mary感覺覺得出來他很穩重 我自己的業績穩穩的就好 對啊 因為他像現在跟大家都很好 但他也不會去搶說 喔 我就是做最好 對 因為在這一季啊 Jason就是因為要開新的分公司 對 他就讓Mary當主管 嗯嗯 Mary的確是非常主管的料 有耶 因為他一上 就是一上工 我就想說 哇塞 你已經完全變主管了耶 好厲害哦 但是他是很公正的主管 就是所以 所以員工不會討厭他 然後他也很盡責 對啊 對然後 反而是 喔我還有 我有一個很好笑的事 我發現大家居然就是美國人 嗯 很多人不喜歡Devina你知道嗎 可是我也不喜歡啦 我不喜歡他 只是覺得他很表面不真誠 喔我沒有到討厭他 對可是美國人不喜歡他 是因為他看起來很老耶 哈哈 可是我想說他有看 好可憐 他有看起來很老嗎 我覺得如果硬要說 因為他臉比較自然啦 以我的觀感 我會覺得那個 Criscio看起來比較老耶 可是說不定 嗯 Devina說不定比Criscio年輕 真的齁 可是沒有 就有人真的為了這樣去查 好像說他哪一年畢業 哪一年怎樣 然後這樣算起來 他現在大概44歲 那如果這樣的話他保持的超好的啊 沒有其實說實在那整間辦公室的人裡面看 就是其實狀態都很好啦 雖然說就是一定是靠醫美為持 可是就是Devina看起來沒那麼醫美 嗯 對啦 對對對 沒有我覺得美國人還是有那種喜歡那個blown 就是你知道像金髮美女的那一種感覺 你看他們其他人 對你會覺得他的外型比較不突出 對 就是你比起其他人他其實 而且他穿著也比較老 喔對對對 他穿衣服比較不顯眼啦 對他穿衣 雖然說他也都是穿一些什麼Chanel 之類的高級貨 但是就是他比起來他其實穿的比較老氣一點 因為他穿的就比較暗淡 對 對啊就是我們昨天 我昨天跟媽妹還在聊說 因為他就跟我講很多人在攻擊那個Christine 嗯 我就想說這些人是瞎的嗎 真的文化不同耶 嗯 你怎麼看也是Christine是壞人啊 對啊 然後所以美國人真的很容易被鏡頭帶著跑 但是我又覺得說 可是我 因為我們都是看同一部劇 對對對 但是因為我們這樣看 就是我會 我從來沒有覺得Christine是壞人 我一直覺得就是那個Chelsea的表現 就是韓國一般人看到的 就是因為你們這一群女人一直在圍攻Christine 啊 對然後這一群人是以Christine為首 可是那對我懂了 就是反正他覺得這一季 因為Christine就是扮演一個比較 感覺很像受害者的角色 對對對 然後他就一直讓那個Chelsea她的新朋友 對 出來幫他出頭說 喔你們這一群人一群人攻擊他 就是霸凌他 對對對對對 他就說不管 不管原因是什麼 嗯嗯嗯 但是你們全群起圍攻 對就是你們的不對 對 我其實我理解他的意思耶 我也懂 對對對但是 可是因為我們從第一季看到現在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這些都是有原因的 對所以裡面的人跟外面的我們 全部都說 拜託Charles你去看前幾季好不好 對我想說 欸為什麼你們被選進來 不會先看前幾季啊 對啊你們真的很奇怪 對雖然說啦就是 他們自己都有 他們自己每一個人受訪問都有說 當然裡面有很多安排的橋段 嗯嗯嗯嗯 對就是如果這一 我們這一趴很無聊 他們就會安排我們一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會是故意譬如說 對就是 請他們全部的人都一定要 集中在哪裡 對對對對對 然後但是你們集中 一群女生集中在一起 但是裡面是你們自由發揮啊 對沒有給你們台詞喔 對因為一群人 一群女生有過節的女生聚集在一起 他們能夠講什麼 對啊就是吵架啊 然後有一些比如說 嗯我覺得他們在度假的時候 嗯嗯 他這個畫面一定很無聊 嗯所以那個誰啊 那個哥哥叫什麼名字 Brett 對Brett還要生氣 不是因為我覺得他們 他覺得他自己的鏡頭太少了 對對對 因為很好笑 他在第一那是第一集 然後第一集他們一開始就是在吃吃晚餐 嗯 然後可能就是大家的話題 全部都集中在 對 跟Jason身上 對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就有 鏡頭就有故意拍Brett的臉 對對對 就是他就是有一點就 被送的感覺 對對 他覺得他的鏡頭 平平都是我們明明長一樣 對 為什麼我的鏡頭就是比較少 Jason就會說那你就當作我的鏡頭是你 就好了 哈哈哈 但是我分的出來他們兩個 所以他們 欸我現在也分的出來 是不是 然後我還跟Dee 我還跟Dee說 那個Brett的髮際線 還有稍微再高一點 哈哈哈 很煩 我沒有分髮際線 他們兩個長相是真的不一樣 有有有 就是其實 Brett就比較 他的他的 我要說的話我覺得Jason 比較髒的比較好看 我就是他講這個 哈哈哈 就是Brett 那個Brett真的長得稍微 沒有特色一點 我不知道怎麼講 他們兩個就 比較稍微沒有那麼有神 嗯 我知道 你知道我怎麼形容嗎 反正因為我 魅力值嗎 我不會講 反正我就是覺得Jason長得比較好看 對 但是Brett他就是一直有這個固定女友 對啊對啊 他這女友真的人很溫和 真的 對他在旁邊都一直講 雖然說全身是已經看起來好像很恰的樣子 對對對 可是起人超好 對然後像那個Brett突然發脾氣 他也在那邊跟他抱歉 Sorry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Christine 他他送一個很誇張 就是那個誰 那個Hather的 啊對對對 他的那個算是訂婚party 哪來這麼多shower啊 哈哈哈 就是你知道總是要就是搞一些搞頭才能有鏡頭 對 就是什麼baby shower 那這次叫什麼shower waiting shower bridal shower 哦對的bridal shower 因為就是有一個主角 對 這次主角是bridal 對 這次shower就是他邀大家去 但是他們沒有邀Christine 對對對 因為畢竟他在就是訂婚之前就跟Christine鬧煩了 對 因為Christine也是又上媒體放話說 哦為什麼大家都要去拍Hether跟他未婚夫 就是因為他自己其實都偷偷打電話跟狗仔說他們在哪 對啊 為什麼這真的太無聊了 對然後他在講說我這是開玩笑的啊 男人家問我說為什麼要去拍Hether 就說哦可能他自己有打電話喔 對 哈哈哈 然後自己就哈哈哈哈超好笑 你們不覺得很好笑嗎 對 但是我覺得他內心其實覺得是真的 對 他只是用開玩笑這句話來掩蓋而已 對 然後就是Hether就覺得我以前這麼挺你 對他其實他們兩個超好 他還是陪Christine挑婚紗欸 對他說那你現在已經攻擊到我這裡來了 那我們就我們就晚了這樣 尤其Hether又是一個就是以愛為中心的女子 對對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忍受就是有人攻擊他跟他老公 對你知道因為他當時還是未婚夫啦 對 其實是有跟前妻是有小孩的 然後他還就是一直他一定會排出去陪小孩的時間 對 他就是這麼注重就是他的另外一半 婚後生活 對然後你居然你去外面放話就算了 你居然放他最care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他完全不能忍受 我就直接跟他決裂 對然後結果他居然就是沒有去 可是他送了一個禮物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誇張 那個是從雅各花園搬過去的花圈嗎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那時候一開始看到還想說 喔是你未婚夫送來了嗎 哇其實如果是未婚夫的話我就覺得 喔你就是還這麼注重 就是你 可是我覺得未婚夫很沒品味 是沒錯 因為我覺得紅玫瑰就是很醜 對 但是因為如果你會想說是未婚夫的話 你就會覺得內心好像釋懷一點 對對對 結果沒想到居然是Christine 弄了一個就是超大花圈 對啊 然後還放在人家停車格 因為進不去 對啊 莫名其妙我還想說 難怪Hazel就一臉那個在那邊很 有點不爽的樣子 就是他很尷尬 我到底要感謝嗎 對 就是我覺得你現在這個到底要幹嘛 然後連搬都搬不回家 對 就是我真的覺得只能放到雅各花園 對 雅各花園是就是台中很重要的 就是以前的回憶 觀光值值 對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以前那個百戰百勝是不是在雅各花園 對 對 天哪好老 可是因為那個花圈的那個氣質真的很適合放在雅各花園 就是放在那個最前面進門的地方 然後他會有很多阿姨在前面拍照 在拍照 你看 超適合 反正就真的 慫 我真的就是慫 我覺得那個是完全沒有誠意的禮物 對 他就是說我給你多少錢 然後你就是幫我弄一個 弄一個隨便弄一個東西送過去 對對對 然後 就去跟大家講說 你看你我連送禮物去都要被罵 對 就是裝可憐啊 然後你看那個誰 我忘記是誰 我勸她說你當初就應該送一個小小的精緻的 嗯 然後代表你的誠意 然後你應該誠 她大家從 Amenza吧 因為她那個時候好像還有想要勸Christine向山 對 Amenza就是我一直覺得裡面 我個人覺得最正的 就是她長得很像神力女超人 對 然後所以 她個性其實也是很大辣辣 然後她其實一直很中立 是真的 對對對 對 她就一直覺得她這件每次她的救世論 說這件事是你錯了 這件事是你錯了 對 所以她特地約Christine吃飯 然後又跟她講你不應該這樣處理事情 對因為她想要 她還就是說我想要聽就是兩邊的說法 對 對然後 然後Christine就翻臉了 對 就發瘋啊 就消博 對 因為她只要聽到說 人家說她錯的話 對 你不是站在我這邊的 你應該就是無條件要站在我這邊啊 對 就開始發瘋 可是你明明就是做一堆鳥似的人家 為什麼一定要站在你這邊 對啊 然後她 我覺得會來告訴你 你這樣子做對你沒幫助的人 才是真正的朋友 真的 就你馬上跟真正的朋友翻臉 她沒有辦法有真正的朋友啦 真的 因為真正的朋友會告訴你 你做錯了什麼事情 對對對 那她就是沒有辦法接受人家指證她錯誤的那種人 對 就是我能理解每個人都不想要被講自己不好 對 然後但是 當你那一瞬間可能會不開心 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選擇 我自己好好想一想 嗯嗯 對然後我那瞬間可能會不爽 但是我相信我事後一定會覺得她給我的 建議是好的 對啊 而且人家也是私底下 對 就是跟你約出來講 對不可能跟 就是跟我講這樣事情的人 當場翻臉 對啊 就真的很奇怪 對然後就 然後她就一心一意想要在 就是外面拉攏新朋友進公司 對對對 喔我突然 因為剛好講到那個 Hether的那個bridal shower 我就想講一下那個Divina在裡面 嗯 她有一幕 因為 Kristine就是有講了 那個Divina的壞話 嗯 她就說她就是想要討好每一個人 喔 那個是在那個 Chelsea的銀行會 那個 那個不是bridal shower 不是不是 沒有她 呃應該是說 她在bridal shower的時候 知道了這件事情 嗯 就是他們有跟她講說 她 那個 Kristine這樣子講她 嗯 然後她還就問每一個人說 你們覺得我有這樣子嗎 結果每一個人的臉就是 呃 我就覺得他們一臉就是 你明明就有 對我覺得他們 她心裡 她一定是覺得 她只是想要融入大家 對 反正大家一定知道說 因為你以前明明就是 就是Kristine的跑腿的 對對對 然後但是你現在完全不理她 然後一直想要跟我們好 對對對 所以其實大家心裡 可是我覺得他們其實 人還蠻好的 嗯 他們就還是有接納她 對 他們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就故意排擠她 因為她也不是什麼壞人 對 然後她也知道說 反正她一定覺得 就Kristine那裡不可靠嘛 對啊 因為你你如果跟她一國 你就在一直跟著她攻擊別人 對對對 可是沒有人想要 因為每個人都要再跑業績 沒有辦法 沒有空做這件事 真的 其實說實在他們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只有Kristine沒有賣房子 目前沒有賣出任何房子 所以她大概很閒吧 真的 然後而且她一直想說 要把就是 對那個戰友拉進公司 她沒有發現公司位置不夠嗎 哈哈 我想說我才不管 我反正你踢一個走就好啦 反正這幾個人我都不 我都不喜歡 對但是感覺現在就是她要被踢走 對啊 她真的踢走 對 呃就是呃現在是 現實生活是Kristine跑去 她應該是有考到那個broker的執照 所以她自己開了一個公司 所以她自己開了一個公司 對對對 因為她這一季她是斷在就是 呃 Jensen想要跟她最後一談 想要給她最後機會 嗯 然後喔然後她發生 她發生一件非常誇張的事情 對對對 對因為她本來在那個 因為那個Chelsea 她就說她真的進公司了 因為她的確就她的個性非常適合 而且要認識超多名人 感覺她因為她 她老公很有錢 她嫁了一個有錢老公 所以她就認識了有錢老公 旁邊的有錢人 對所以她其實客戶真的很多 對 然後她很快的就賣出一間房子 嗯嗯嗯 所以Jensen就說話算話 就讓她進公司 進公司對 然後她進公司以後她就說 喔我既然進來那我就幫大家 就是我可以讓大家 幫大家辦一張party 對 然後大家一起來參加 嗯嗯 就是我要慶祝認識大家這樣 對對對 那其實那一場明明就是幫Christine辦的 真的 對 她就是為了要讓大家 她根本就是想要洗白Christine啊 對 然後她去現場的時候就是 反正她就在那邊指責 嗯嗯 就是喔 就是德兵娜說 就是 喔因為想像是德兵娜講說 妳不應該去 我這麼挺妳 妳不應該還是跟妳新朋友講我的壞話 對啊 對然後她就 然後她就說 那妳到底有沒有想要討好大家 嗯 對啊 可是誰不想討好大家 對 就是她只是想要融入團體生活 然後被她講壞話 對啊 對然後 她那個 但是其實那個 我覺得她那個新成員很厲害的是 嗯 她還是都會就是私下一個一個攻破 雖然她在Christine面前會一直護著她 嗯 對但是她其實受訪 所以有講說 她感覺快完了 對啊 Christine這個那個快要沉吊的船 我才不會跟她一起沉下去 對 所以雖然說她的吊吊跟Christine很像 她可能會是第六季的Queen吧 可能吧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也有覺得 她其實是在利用Christine 讓她進這個公司 對對對 因為她知道她自己沒有辦法進這家公司 對啊 因為她就就是 這裡不會公開印證啊 對啊 你只能靠著一個人 對對對 然後但是呢 我覺得她很嗆的是 比如說她第一天上班 嗯 她在那邊 就Oops 我第一天上班就忘了帶筆電欸 嗯 就是 想說那妳就不要來好了 對妳上班不帶筆電妳要來來幹嘛 然後 但是她一進去就說 哪一張我要坐哪一張桌子 桌子是我的 對 就是很有 真的很有Christine那種調調 對啊 對然後妳這樣穿衣服的風格也很像 也是很瘋啊 對就是一定要把她如極的很大這樣 對對對她有說啊 她就是她奶奶是她的驕傲 對可是她奶奶一看就是假的 妳在驕傲什麼 她就覺得 喔不過她對她說她最近餵奶可能有點脆 所以我猜她下一季可能就會去打回來了吧 嗯 對然後 不過因為她嫁的是白人 所以她小孩真的很可愛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就是 基因不錯 都長得很不錯 對就是 感覺第六季就會很精彩啦 因為 第五季其實就是斷在 因為 喔她在 她在那個營心會 嗯 Christine在營心會 還跟Emma說我想要跟你 再當好朋友 對對對 然後我們要多一些時間相處 對我覺得我們就是應該多一些時間相處 然後我們應該多聊聊 對 去瞭解對方 不用為了共同前男友 鬧得這麼不愉快這樣 對對對 對然後雖然Emma就說喔好啊 Emma其實說她自己心裡才不相信這女的 其實她現場的就是表情管理也沒有很好 她應該沒有 本來就沒有想要跟她好 一點就是不情願 對 雖然嘴巴說好 那個表情跟嘴巴對不上 她超好笑她說 拜託 除非Christine重新投胎 對不然我才不可能跟她當好朋友 對對對 因為她就覺得你這個人就是這樣 由於都是表面上說 就是 因為她吃過她太多吃虧了 而且不會她不會一開始就認錯喔 嗯 她會就是峰迴入轉結 這樣 那種九彎十八拐 她可以這樣子挖 我覺得也是一種才華 對 然後再說啊 好啦上次是我不對 對 然後大家知道她會說她那個認錯完全沒有誠意 因為她就會馬上又做 因為她馬上就是固態附盟 就是繼續轉頭 就是跟別人繼續講你的壞話 對對對 然後所以就是 她這樣講完就算了 嗯 然後沒想到她這麼講完之後 嗯 居然跑去挖Emma的客戶 對對對就是Emma她的客戶 因為她跟她客戶我覺得應該是維繫得很非常好 對對對對對對 所以她客戶自己打電話來跟她講說 喔就是有一個叫Christine的人 對 她就是說要給我五千塊的美金 對 然後就是希望我客戶等於我把它轉給她 就是不要用Emma 就是敢用Christine當我的那個agent 這樣子 對啊 就是當然是其他 超沒道德的 對但其他人聽到的時候啊 就是反應還蠻好笑的 突然 除了覺得她沒道德之外 嗯 就會想說她怎麼可能 她只出五千塊 只出五千塊 會不會太小氣 她怎麼可能只拿得出五千 而且 就是你看你也不想想看你們每個客戶錢有多多 你給我五千塊是怎樣 對 所以客戶單身轉頭跑去跟Emma講啊 對啊 因為她跟Emma合作那麼久 她也沒有不愉快 她又沒有討厭她 對 為什麼她憑什麼要轉過去 然後Merry 她的處理方式也很成熟 因為她就跟Emma再生確認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對對對 對然後而且她還就是她打電話 後來還有打電話給那個客戶跟她親自確認 求證 都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那個 Jason還是在那邊 對我找她聊聊 對 結果她還放他們鴿子 喔對 然後而且我覺得她放鴿子這一件事情 我也覺得很煩 嗯 因為她在裡面就是瘋狂的遲到 每一次都是人家在等她 對然後她只要是做錯事就會有 就是成千上萬的理由 超多理由 對 因為除了這一次以外 這個我們比較重要我們等一下再講 對 但因為她前面就是有一次跟Hether 約說要調解 嗯 而且是Christine自己約Hether的 對 結果她遲到了45分鐘 對 然後中間沒有任何的就是訊息說 譬如說我 我可能塞車 要等我一下 對啊 結果她就出現了 然後Hether就一臉超不爽的樣子 她也說什麼我等你很久 對 然後她就說我也 我也永遠都在等我自己啊 對 先這樣講 然後我誠意耶 對 然後是Hether完全沒有覺得好笑 要翻臉了 然後她才說 因為我早上眼睛過敏 我現在眼睛快要痛死了 對啊 我想說你最好是你已經開始不這樣講 然後現在才這樣講 對 你明明就是盛裝打扮啊 對 你看也知道 你眼睛過敏你就戴個太陽眼鏡來就好了 你這是你跟人家約的誠意嗎 對啊 而且你眼睛開始痛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人家講說 我可能會晚一點 其實你也不用講理由 你就說我會晚一點到 對 人家就不會那麼生氣了 對她現場看起來眼睛一點也不痛 沒有她眼睛超大超美 對 然後其實上一季也有發生過 就是她每次什麼都說 你知道我那時候已經快死了嗎 對 她就是反正很說謊 就是不用打草稿 真的是就是直接脫口而出 對然後反正只要她弱勢的時候 就會說我那個時候就是一個快死的狀態 我那時候眼睛很痛 那時候怎樣 我快要我真的是全身痛哪裡痛 對就是我 眉毛也痛 超不欣賞這個 而且我相信 就從他們平常 嗯 更好笑的是 我就查到他們就是IG的狀態 嗯 她有followChristine 對 Christine沒有follow她 誰要follow她 因為她就是想要知道 Christine一舉一動 她就跟媒體說壞話啊 對對對對對 就超扯的 然後更妙的是 Emenza有追蹤Christine 嗯 但是Christine沒有追蹤Emenza 就是她其實她心目中也沒有所謂真正的朋友 她沒有啊 對 她就只有就是會不會幫她講話的真 不是朋友 然後還有她就是她真正關係的反而是 Christine 對 就是真的很drama欸 然後我想 所以裡面雖然會有一些眼的成分 嗯嗯嗯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個關係線是真的 一定是真的啊 對 因為你看他們平常在沒拍的時候 對 就是那些新聞都還一直出 你就知道這個人的個性其實就是這樣 對 然後我也去看了Christine的IG 嗯 她的人生真的只有她自己偶爾有小孩 對 完全沒有朋友跟老公欸 沒有啊 因為她沒有朋友啊 對啊 可是她老公也真的很可憐欸 嗯 對 但她都說她老公很低調 可是其實因為上一季老公是有頻頻出現啊 有有有 所以我覺得根本不是她老公低調 但是她自己要 她總是要找個理由啊 我覺得 是她覺得她老公就是不撐頭 哦不夠帥 嗯 不是帥哥型的 她就是有錢人 對對對 然後我們可以講那個 就是最後Christine發生的這件事情 好 對 Merry跟老闆Johnson報告以後 嗯 然後Johnson就覺得天啊 我 她真的這一次真的沒有辦法再幫她講話了 對她說她講我女友是睡我睡起來的 嗯 我都還在給她機會 我都想說這樣你為什麼還要給人家機會 對 結果她現在居然就是 直接去買人家的客戶 對啊 對然後但是我 而且還是買就是同一家自己公司裡面的人的客戶 對那但是都已經到這種地步 她還是先把Emma叫來再問一次 對就是讓Emma自己解釋一次 對說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狀況 對她也告訴Emma 呃你等一下離開以後 Christine也會來跟我們說明 我需要聽雙方說法 嗯嗯嗯嗯 然後Emma還說好啊 希望你們可以好好好的跟她就是 彈開這樣子 嗯嗯 對然後Emma就真的離開 讓他們要跟Christine談 對對對 結果Christine就沒來 真的 然後超誇張 因為她又是遲到很久 然後他們就是 他們就說欸她有沒有傳簡訊啊 也沒有 對 然後他們就開始打電話 要問她說到底會不會來 Jerson親自打電話給她她不接 對她死都不接耶 然後其實鏡頭就有訪問她 她就說就這件事就你們就是 子虛烏有 對啊就是Emma亂指控她 為什麼要這樣亂講話 拜託人家都打去問客戶了 我想說所以是客戶亂講話是不是 然後還說我不需要跟爸爸媽媽 談話喔 對 我覺得真的很糟欸 她這種態度真的很討人厭 就是她老闆這麼挺她欸 對啊 然後到最後一刻她居然這樣子背叛她 那我覺得她真的是被file就是活該啊 對 然後這一季其實還有一個讓人 比較遺憾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Krisho跟Jerson兩個真的很搭 對 因為我覺得從 一開始看 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他們兩個好像 沒有還好沒有什麼那個情侶感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整季看下來 你就會慢慢發現他們其實很適合對方 對而且其實看得出來Jerson真的很喜歡她 對 就是 因為Jerson其實她就是一直永遠以自己單身為榮 對對對 她其實從來沒有就是固定交往的女友 對然後但是她會為了Krisho願意穩定 對 然後其實Krisho一開始跟她交往的時候就有說我已經要40歲了 嗯 所以 然後我的人生目標裡面會有一項是想要生小孩 對 然後所以我也為此動軟 對 然後所以我不能再等了 因為雖然我的軟動起來 但是我的 我的人耐老 對我的子宮還是會老 對 雖然說 我會覺得啦 你們就學Christine找代理孕母 哈哈哈哈 這是不能說的秘密 對 這是韓希自己發現的秘密 哈哈哈哈 我一直我還是生信她是找代理孕母 一定是好不好 然後因為最近我就是有朋友 我在那邊PO說我看了之後後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有在練瑜伽 然後還生了兩個小孩 我就問她說 欸 就是剖腹產完一週可以去倒立做瑜伽嗎 不行啦 她就說沒有辦法不可能 對 剖腹產完就是最少要半年才可以 對啊 對啊 你做其他部位運動OK 可是你要 因為你倒立一定要用到核心 對啊 像是不行你可能會崩開 對 所以她也說不可能 反正這就在在證實了 我們覺得她是找代理孕母的想法 對 然後因為她 雖然Christine他們很奇怪 我也跟媽妹私下聊 我就覺得她在顧慮說她自己開的新公司 然後又要兩邊跑 對 覺得她這樣生小孩的話她就會沒時間 對啊 我就想說你們哪個有錢人是自己帶的啊 哈哈哈哈 真的啊 而且你們錢那麼多 對 說實在的你們兩個賺那麼多錢 對啊 Christine也賺很多錢 你也賺很多錢 對一個保護在旁邊抱著小孩 你們繼續處理你們的公司 這根本一點也不影響 對啊 就是平常上班還上班 你們下班回家 對 就是你們自己顧小孩啊 所以其實當然最大的問題 就是她還不想當爸爸 我覺得應該是 對 雖然說她一開始其實有考慮 因為她們就還開始做胚胎了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到最後她考慮了半天 可能還是不是很想要承擔起做爸爸的這個責任 對 但我跟你講她們算是 去年年底分手的嗎 對啊 Jason那現在還沒有新對象 她說她還是很喜歡Christine喔 喔 我覺得她 我真的好希望她們兩個在一起喔 因為你看 所以她真的很喜歡她 她以前是一個換女友一個換一個欸 她都是 像她那個時候 因為她有跟Mary交往過嘛 她那時候會跟Mary分手 是因為她已經快要出軌了 對 所以她那時候一定已經有別的對象 然後她覺得她不想要就是 可能對這一個不忠 所以她就跟她分手 這也很好啦 她其實是好人 她也跟Mary 那個時候她也是老實跟Mary說 就是我已經沒有辦法再定下來了 對 然後我們再繼續交往的話 我就演變成出軌 對 所以我就跟你分手 對阿 這樣其實每一個女生都能接受欸 對阿難怪Mary之後 可以跟她當那麼久的朋友 對 就是所以Mary 你看他們身邊 跟他們很 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對 都很希望他們兩個結 就是真的先婚生小孩 對 大家都看到Jason 就是真的很開心的樣子 對 他就是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花花公子到處玩的樣子 對 然後他們就覺得他的笑容 他就整天很幸福的笑容 連那個開車過來 我都覺得那個笑容太燦爛了 對 就蠻可惜 所以其實還蠻多人覺得 哪一天就是Jason 對生小孩這件事情想開 也許他們還會在一起 嗯 對因為 可惜我不可能 Jason一跟他分手 他就馬上找一個男的來生小孩 對阿 哈哈哈哈 而且我覺得Crisio 應該也是很喜歡他啦 對 對啊 就是雖然我們 那是我們是 就是外人講風涼話 對對對對對 就會覺得你早在裡孕母阿 你們兩個就是去領養小孩 這樣還比較環保阿 哈哈哈哈 因為Crisio 一定是想生自己的小孩嘛 對 所以他才會動軟阿 對對對 因為如果是你的 反正我因為 有一些動軟人的想法 是我就動著 然後如果 在有需要的時候 對 在我還可以生的時候我就生 如果那時候我已經不能生 然後我就領養 還蠻多人是這種想法的 而且反正他動軟 他也是可以找代理孕母 所以根本沒差 對啊 對 也許就是他可能沒有看璀璨帝國吧 哈哈哈哈哈哈 他如果看璀璨帝國 可能就不會跟Jason分手 哈哈哈哈 然後這一次就是還有一對 所以大家也很期待的 意外產生的一對 真的 對就是Emma跟Mika 對他新的對象 因為我覺得 哇靠 你知道因為他們兩個 最後有一幕 開始約會的那一幕啊 對 我就覺得哇塞 那個費洛蒙已經插出 那個電視螢幕到我身上了 我其實他們第一次 就是見面 我就已經 一看到他們之前有電流了好不好 那個是電流 然後後面是已經就 哇噴發 對對對對對 就是根本就已經已經 兩個都已經在吸在一起 然後還在抗拒這樣 雖然沒有接吻 可是就覺得喔差不多了 已經差不多了 接下來了 而且他們兩個的對話 非常讓大家就是 真的非常有CP感 是因為他們在討論說 你看就是現在 Jason跟Crystal他們兩個 這麼美滿 對 是因為他們是從朋友當起的 喔對 然後兩個就會說 喔我沒有從朋友 我沒有從朋友開始當起的 那種女朋友交往對象 對 然後就說啊可是你也是 那我們兩個好像都是 那要不要嘗試看看 對他說因為我們現在是朋友 拜託你們才不是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已經約好 兩個還有那種什麼 那個 就是他們要就 死前要做的事情 對 然後都要約好 要一起去 要一起做 我很希望他們兩個在一起欸 對 就是我後來就發現 我就去查一下 媽咪跟我講 她推特看到很多人 罵褲雪 我就去查 就還好就是 除了這個負能量 因為很多人跟我們一樣 很希望他們兩個 就是湊一對 對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之間的 那個火花太明顯了啦 真的 對然後其實有一次 是他們去參觀米卡的房子 恩對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不動產開發商 對對對 他是蓋房子的 對然後 哇塞這麼年輕有味 又這麼有錢 真的 然後有品味 對對對長得又帥 對然後他們就去參觀的時候 那個 Ema是帶著褲雪爾去的 對對對 然後褲雪爾一去 他們才講兩句話 馬上就是一直跟他 一直跟他 跟他就是 實眼色 對 你這個客人 怎麼客戶喔 喔這樣要好好把握喔 對然後你看 他還對著鏡頭的時候 他有說我不會這麼快 就去 就是push他們 對對對 因為我要確定 這個男的真的對他 適合他 就是他就說 Ama值得最好的這樣 因為他們真的就是很好的朋友 對他們 其實這就是他們 只要是 就是Christine不在 嗯 他們其他人真的 非常為對方著想 對 只要Christine不在的時候 那個就是溫馨劇 對就是 如果 如果沒有Christine 我覺得媽媽妹不會喜歡看 就是沒有 應該是說會慢慢看 就是喔看一下看一下 對 但不會一次把他衝完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很擔心說 下一季沒有Christine怎麼辦 不用阿 因為有Chelsea阿 對 希望他可以擔起這個重人 他感覺也是個惹事宅 哈哈哈哈 然後 因為太多人在罵Christine 我還跟媽妹說 嗯 我都還注意到 他每次去別人的party 嗯 你說他自己 他自己 他們去海邊玩 他們自己度假 其實他都是穿得非常暴露的 對 可是他每次去別人 是別人的場子的時候 他都穿得超保守欸 對啊 對他真的很得體 對 對他在那個黑 可是他不是像那個Christine一樣 對 因為他不管去哪裡就是穿的衣服 要搶走主人風采的樣子 對對對對對 他就會說說反正我就是要暴露 對 然後什麼又暴露又很貴 對 就越貴越好 布料越少越好 對 然後可是 我就發現比如說那個黑瑟爾婚禮 嗯 就是那個 Cristine阿斯差點沒有把高麗毛衣拿出來 穿的衣 對他雖然是禮服 但是他這高麗真知很像毛衣的禮服 對 對 就不是你會預期說 因為他們在裡面搭託的事情都穿得很浮誇 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說 欸他反而穿得很樸素 對啊 然後雖然他自己平常也蠻浮誇的啦 對對對 對 但是他去別人的重要場子 他真的都穿得超樸素的 對啊 對 所以我相信我一直深信他是好人 我也覺得他是好人 對 然後還有人在說就是因為 因為像那個Cristine上一季的婚禮阿 就是 就是有很大的篇幅嘛 然後他們就有人在說 喔為什麼Hether的婚禮那麼 就是篇幅那麼少 嗯嗯 但其實Hether他們自己 就是已經在另外 好像是HGTV吧 因為他老公是在HGTV的那個host 所以阿 所以他們在那邊已經開了一個 就是關於他們婚禮的節目了 對 所以可能也是因為這樣這裡不能放太多也有可能 對對對 這邊就沒有 篇幅就比較少 其實是就是看到有人討論我才 到我回去看才發現 嗯嗯 就是他們說第七集 二十四分二十秒左右 喔你是說那個嗎 他講電話是拿那個 CAMERA 對啊 然後他們還特地去實驗說 就是我 就是用相機的時候打來那個 會不會 就不會 然後他們還是有人幫他們講話說 也許他就是靠臉很遠 然後所以沒有按到 哈哈 因為也有人說 我知道也有人說他們自己 就是有時候打電話好像會不小心按到 對對對對對 雖然說 我是覺得大家一直想要去抓幫說他們是say的 但是我一直 就人家都已經承認說他們有say啦 對啊 然後但是你覺得他們裡面那些吵架的情節 或是發生的事情 那個say的出來嗎 我覺得絕對是真的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們會去say的部分就是說 喔 比如說像最後Jason跟那個 要跟Christine 嗯 講這件事情 他們就說 那你們就是幾個人 然後弄在辦公室裡面 你就把大家都找來一起談這樣子 嗯 因為他們這樣子才會有一個畫面嘛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主要say的可能就是這幾個 或是說啊 那你們幾個人出去吃飯 嗯 我想要拍一個什麼樣的景 對對對對對 那你們盡量可以在那個時候聊一下那件事情 對對對 看誰 要不然就是可能單獨跟誰說 喔那你就談一下這個事情 然後看會 這個事情會怎麼發展 對 因為他們都有承認安排橋段 對啊 但是我覺得安排橋段 但是並沒有教他們怎麼演 對 因為這一個我覺得真的是演不出來 對 因為你這個是延續到你的生活的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其實老實說我覺得 那個Christine 要不是就是這麼愛使壞 嗯 我真的覺得她講話蠻好笑的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她上一季 像她懷孕期間一直說 天啊我真的 我一定要去打肉毒 我真的不能再忍了之類的 這一季超好笑 對 她這一季有一個地方是 她就說你的眉毛怎麼可以抬起來 對她就說 她就說怎麼會 我都有毒打的不夠多 她說我要跟我醫生說我的臉不夠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很好笑那一段我覺得超好笑 她就想說居然會 我想說哇居然會有朋友跟你說 欸你的眉毛怎麼可以抬起來 對 她說你的眉毛抬起來你怎麼做到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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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額頭都不能動 對所以再好來 摸你眉毛抬起來是一件很過分的事 人都怎麼可以這樣 對 那個醫生怎麼了 對 真的你眉毛抬起來這個動作 沒有辦法撐起你的地位 哈哈哈哈 扣分扣分 然後但是呢 因為別人都有嘴巴 我覺得別人是沒有辦法像 Christine這樣講話的 對對對 她會直接用這種 就是比較幽默的方式 對 去嘲解這種事情 對對對 然後她這種方式就很好啊 你都看得出來說她其實就是很 就是非常聰明的人 對啊 對然後但是她就你看她很多話真的很惡毒 比如說她就要一直講說Chelsea是碩士 喔 對 她說我把你帶進去裡面電光他們 你是碩士欸 他們連碩士的碩怎麼寫都不知道 對我覺得她真的很誇張 對 真的很無聊欸 那你自己是什麼 哈哈哈哈 我記得她自己也沒有怎麼 因為她我記得她就是也是小時候很苦的啊 對看得出來她一定沒念什麼書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她真的很高挑很漂亮 真的 雖然她把她臉弄得很奇怪 但是她們好萊塢覺得好看的 對 而且他們裡面的每一個真的身材都超讚 對 因為有一幕Chelsea我就想說 哇塞這女的居然瘦成這樣 因為她可以鑽狗洞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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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所以就是那個誰啊 那個Brett兩個 嚇呆 她也完全就想說你嚇壞我了 真的她都整個要嚇死 想說怎麼可能鑽得過去 對 然後我覺得你這些東西其實也演不來 是Brett對她自己的就是房子的價格 才很硬 真的 其實從前幾季她就 就是這樣 對 然後他們這一季她就是為了 要讓她不要踩那麼硬 都還鑽國洞了 所以回來她還是繼續這麼硬 她還是說 對我想說你這變了 講話不算話 你剛剛不是說好嗎 對啊 難怪Jason比你齁 Jason講話都很算話 對對對 她還回來說 但是我還是不能讓你降價啦 對我要維護我客人的權益 對我讓你分庸分多一點這樣 對 對 好啊也算是有那個啦 compromise 而且 但是Christian也是非常隨和的 馬上說好那這樣也可以 對啊 對要是因為我是 如果我得理會有點咄咄逼人 對 或者是我很無法就是 接受我等一下講話不算話 所以我一定會說 欸你該不是這樣講好不好 對啊 欸那個攝影機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片子跳出來 她說好如果你不降價沒關係 我就只好這樣子賣 但是我就會花錢 我把我的佣金拿來 下廣告一直放這個片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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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用我們現在就可以幫她 一直重複放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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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的很好看啊 我到現在還是很期待5月6號 對啊 對就是 喔我因為他們 因為Christine跟Christine 我覺得現在現場 不知道會怎麼樣大吵 對啊 然後我覺得 但是Christine蠻厲害的是 她都已經飄成這樣 她是有一群擁護者 真的 因為你光看她IG的追蹤者 你就知道有多少 已經破300萬了 對啊 超多人還是就是支持她 對啊 反正就是 她就可以這樣放心 一直飄下去 可以 我在猜啦 因為她現在自己也是broker 嗯 所以有可能就是 下一季她就是一個競爭對手 她絕對還是想出境 也是有可能 一定會 因為我覺得她超想要紅的 對 所以她才會一直去媒體上放話 對 因為她這樣子她就有超多版面 然後製作單位也非常有就是理由 她說這個是那個Sailing Sunset 對啊 對啊 她也是Sailing Sunset啊 就是在這裡的經紀公司 我都可以拍啊 為什麼只能拍你們公司 對啊 對啊 那當然也是那個 或者是Jason的新公司 可能也會有梗 對 但是因為上次我覺得 Jason新公司的人 好像長得不怎麼樣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拍 新公司的人感覺很和善 對 而且感覺就是一些比較年輕 年輕的 可能就是沒有這邊這麼抓麻的感覺 對 而且他們有去參觀嗎 然後那個好像也是那個Amenza問的 她就問說你們這裡有Christine嗎 然後Jason說我們這裡沒有Christine 笑死 因為就是一個夜夜辦公室有沒有她差很多 真的 你看現在少了她可能就全體向上欸 對啊 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有她在連開會都很Drama 對 就是你完全可以 她會在旁邊一直做一些不屑的表情 對對對 你就是完全會想要就是看這個女的 到底怎麼樣掀起這個波蘭 對啊 好啦我覺得 我們現在大概分享是這樣 沒有看的趕快去看 對 然後因為我凱特應該會想起很多 剛才我就是一直想不起來的東西要補充 欸真的超多 因為我們今天幾乎沒有看筆記 因為我們自己內心的澎湃實在太多了 對對對 就是一看完就很想聊 超級想 然後我還馬上跟媽咪說 為什麼給我斷在這個地方 哈哈哈 因為你會想知道說他們分手的 就是 那一段時間的事情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喔上一季還是故意這樣啊 對啊 讓大家知道說他們兩個在一起了 全面板 對 然後到這一季也是反斷在 就是覺得整人 還要找就是Christine聊 然後 但是她沒有到場 沒有出現 然後就結束了 對沒有人知道她有沒有真的被FIRE 對啊 對其實現在還是不確定她是有沒有被FIRE 說令她當初決定不到場 就說老娘不幹了 也是有可能 對 就是因為反正結局就是她現在已經沒有在那邊上班了 對她一定有想說老娘早就偷偷搞到Broker了 有可能啊 對 因為她一定會對鏡頭這樣放話的啦 對 因為不可能是她的錯啊 對 然後就開始講說都是Emma造謠 對 對 讓我不得不離開公司 天啊 你越講我越期待了 哈哈哈 我覺得那個播出之後我們可能又要講一集 對 因為你看她就是Emma的男友 到底有沒有跟她求婚這件事情 可以她周遭所有人都說 據我所知沒有 對 哈哈哈 上一季就因為這件事情當成主軸講了一整季欸 而且她還跟Merry兩個人對峙過欸 對啊 Merry說她明明就沒跟你求婚 她就說你忘記了嗎 她不是有來我家門口 她說我那時候住在你家欸 對 然後她就說 對 她說對 可是我沒有看到她跟你求婚啊 哈哈哈 你也沒有跟我說她跟你求婚 為什麼現在突然蹦出這件事 然後 不管一定是你忘記了 她明明就有 對對對 然後她明明就是用一個什麼綠肥 綠肥萃還是什麼的 我忘記了 反正她就一直 我覺得她這個想像力蠻豐富的 對 然後 其實是活得很辛苦 我好好奇她 就是她們裡面所有的人 嗯 其實唯一不太講家人也是她 嗯 她其實從來沒有家人出現過 對 然後Krishio其實跟家人超親的 對啊對啊對啊 對 然後這一季就是她之前 她就是離婚很難過 去姊姊家嘛 對 然後她那個時候的憔悴 我覺得也不可能演得出來 真的啊 因為她那時候真的就是很慘 她沒有想到居然會離婚 然後這一季她已經變成事業成功 然後又有一個很漂亮的房子 所以她的姊姊妹妹都來找她 嗯嗯嗯 你都看得出來她們很心疼她上一段婚姻 你就說我那時候叫你不要怎樣怎樣 你還一直幫她講話 對 對 可是這件事發生在Kristine身上 早就到處放話說 就是我那之前那個表前夫 早就跟我的那個什麼 就是因為她這個時候 他們兩個早就搞在一起了 好不好 然後其實 對這件事 Kristine非常輕描淡寫是 對她幾乎都不 也沒有講人家壞話欸 對 就是她前夫跟她前閨蜜 對 的新聞出來的時候 她很輕描淡寫說 那我大概知道怎麼回事 這樣 然後她事後也都完全沒有講人家壞話 我覺得她真的人很好啊 就連她的姊妹想要提這件事 嗯嗯嗯嗯 然後她就說我已經都自己不去想了 我已經 對啊我放開了 你們就不要再 你們不要再想了 對你們現在講又害我想起來 對對對 就是她們的個性其實很明顯 真的 對那但是大家一直覺得Kristine有針對Kristine 要是你不會針對她嗎 我一定超針對好不好 對對對對方一直針對你 你還不抵抗 對對 為什麼我要在那邊悶悶的給人家打 對啊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我現在就是還沒看的就是 你們也可以看完然後跟我們討論 對對對 因為我們超想要討論的 對然後很想知道你們看也覺得 我相信還是有人覺得 我在第一看就有人看到 對對對我也有看到 就是是覺得Kristine很過分的 對對對 這好驚訝 我也是 不過我覺得很安慰的是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自己很迷石鏡秀嘛 對對對然後就有那個 我們的粉絲跑來說 她就是 因為聽了我們節目之後 然後超喜歡 就開始愛上石鏡秀 對結果沒有人討論 網路上討論也超少 所以她只能一直回覆重放我們那幾集 對所以我們要更努力錄石鏡秀的討論 我想要推廣石鏡秀 對像這一部 她一推出就已經在美國的Netflix排行榜第一名啊 對對對對 台灣居然連個名都沒排上欸 對啊 超可惜的 就台灣人真的就是 台灣人最喜歡講說 因為那個美國石鏡秀都是演的 那怎樣呢 你都可以看劇 為什麼不能看人家演石鏡秀 對啊而且這個演得有多好看 你的看的劇 連橋連那個劇情都是安排的 其實他們的劇情並沒有寫好嗎 對啊 而且我就說 絕對沒有任何編劇可以超越石鏡秀 對他們頂多就是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你們可不可以再吵兇一點 哈哈哈哈 這我能接受 我也想看他們吵兇一點 所以你講話再那個兇一點 對 你在攻擊他一下 對然後他可能會跟Christine講說 你講話 你只有 你只有這樣的程度嗎 對啊 你可以講更獨的 你怎麼這樣 我對你期望很高欸 對 我今天對你 我今天對你這場叫有點失望 太失望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在Chelsea那一場 就是他那個查會 他一定這樣跟Christine講 哈哈哈哈 喔Christine那一場 我覺得我能看得出來就是 他那場都沒發揮 但是他就是因為 他找到一個 跟他一樣強勢的人 真的 他就覺得喔我有人可以靠的 我可以裝可憐 他真的就裝可憐 對 但他這招有用 真的 就真的 我覺得很 就是觀眾真的很容易被帶著跑 真的 就現在真的很多人覺得他可憐 他沒有可憐 這些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絕對不可憐 他在這裡面是最不可憐的人 對啊你們看到他去跟人家說 他都是睡出來的業績 然後他去收買人家的客戶 你還覺得他可憐 對啊這哪裡可憐的 我看不懂 你們怎麼會覺得他可憐 對啊 對啊 他那個韓希趕快都去聽 趕快跟我們聊 希望聽一下 你們如果覺得是Christine過分的 我們真的很希望 對啊你可以跟我們講 我知道你們的想法 我想知道你就是從哪一段 開始覺得Christine很過分 對 我只有覺得他的臉下有點太僵而已 哈哈哈哈 喔然後我在Twitter上面有看到一個 就是我覺得蠻地獄的梗 他說如果你今天覺得你就是 今天過得很差的話 你就想想Divina到現在還沒有把他 那一棟豪宅賣出去 哈哈哈哈 那豪宅真的 那個4700萬我都還記得 對啊 誰有爸爸買4700萬 然後但是他因為賣不出去 4700萬的豪宅 然後就被他的客戶唾棄 對 好可憐啊 那客戶看到他還是顏色很不好啊 真的啊 然後他還去求他 再給他機會 對然後他還說是因為 那個客戶就說因為他太太很喜歡他 對對對 然後他們才給他一個機會 反正很妙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不做的來 對因為Divina其實一直都一直在 這種垂石邊緣 真的 對然後 連座位都是垂石邊緣 其實他也蠻老實的啦 因為Fanessa 他現在就是個就是難分難捨的 英國攝影師男友 對對對 感覺他最後應該是會去英國找他 對 然後其實Divina自己有 他就是力勸他去英國 對 我超級看得出來他的意圖 我想說 喔你就是想說他走了你就安全囉 對 所以他就是那麼容易表現的人 才會被Christine這樣子講 對 然後但這件事情他自己承認 他自己就對著就是那個個人訪問的時候 就有講說就是他真的很想去英國 對 然後這對我來說是好事 哈哈哈 因為這樣辦公室的位置就會再空一個出來 就多一個我就不用擔心了 對因為感覺上他是有能力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太強了 對啊 哇什麼那個辦公室我覺得好像真的很厲害 對對對 好可怕喔 趕快去看趕快去看 就看一下就是這些超級有錢 但他們都超認真工作的 真的 真的很勵志 他是靠自己賺錢的 對 好快看快看 對 好那就請馬玉 馬妹幫我們護玉 馬玉 對 好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給我們五星好評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